他为引起富豪关注整容城杨幂 成功怀上护上黄秦粪的孩子后 秦粪拿出4500万让其打掉孩子 韦雪却偷偷生下孩子获得酒意分手费 被王思聪痛骂地摊货的韦雪 上位史有多精彩 韦雪原韦杰 1988年出生于广西一个贫困家庭 16岁那年 他早早离开学校去打工 当过售货员 在酒吧卖过景 贫困潦倒的生活 早就让韦雪体验了酸甜苦辣 而韦雪接触过的人还都非富即贵 所以他从小对金钱的欲望就比谁都强烈 他不想一直这样下去 他意识到想要拥有金钱 就必须先接近有钱的人 于是他打领带精心打扮 经常去高档理发店 蹲守豪宅的售楼处 但都没有遇到合适的目标 于是他去韩国整容 同里到外彻底改造了自己 整容之后的他 看起来就像是当红女星杨幂 2014年 喜发妹韦雪 在一家酒吧遇见了秦奋 精心策划的韦雪 将手中的酒洒了秦奋一身 这让同行的王思聪都愤败不爽 但没想到眼前的女人一脸娇羞 眉眼间还有些杨幂的影子 韦雪一边可怜兮兮地对着秦奋道歉 一边用手 不断地在秦奋胸口擦拭 看着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女孩 秦奋很快就落入了韦雪的陷阱 2017年 刚从国外回来的韦雪 直接将一张亲子鉴定书 甩到了护上皇秦奋面前 这也让王思聪松了一口气 毕竟 如果当年秦奋没有接受这个女人 如今被坑酒喝意的人 必然是她了 韦雪在酒吧认识秦奋之后 没多久 就成了秦奋的女朋友 为了自己的豪门地位 她开始了自己的生子计划 一直主张不结婚的秦奋 为了不让别人怀之上她的孩子 一直以来防护措施 做得很到位 然而 韦雪却凭借她的特殊能力 成功地摆上了护上皇的龙种 当得知对方怀孕之后 秦奋直接给韦雪4500万 要求她打掉孩子 看着拿着支票离开的韦雪 秦奋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可没想到的是 韦雪根本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立即带着4500万元的巨款 跑到美国等待分明 几个月之后 她顺利生下了儿子 之后便开始盘算着一盘大棋 三年后 韦雪带着三岁的儿子 出现在秦家门口 她拿出亲子鉴定报告 指着秦家老少的鼻子 并傲慢地说 要么嫁给她进门 要么就给九亿分手费作为补偿 之后便互不打扰 否则后果自负 秦奋的父母 也不想自己的血脉流落在外 最终 秦奋的母亲出面平息了舆论 给了韦雪九亿分手费 并把孩子送到国外抚养 虽然九亿对普通人来说是巨款 但对于秦家来说 简直是洒洒水 秦奋到底多有钱 王思聪曾发微博称 他交朋友从来不看有没有钱 因为没有一个人有他有钱 然而秦奋却在评论中反问 那我呢 不久后 王思聪便悄悄地删除了这条微博 一直以来 秦奋都是一个低调神秘的富二代 2014年 上海保时捷918亚洲手撞 让这个低调的富二代一战成名 同年 为了测量爱车的速度 秦奋将价值3000万的全球限量法拉利 装成了废铁 按理说 多少也心疼一下吧 但这位少爷却坐在车里淡定的玩手机 据说他家的企业占了上海的一半 总之就是非常非常有钱 所以被称为护上皇 怪不得网上一直流传着 秦奋不一定有钱 但秦奋一定有钱 如此有钱的秦奋 让无数女人挤破头 都想和他搭上一点关系 秦奋也不负众望 成为了一个地道的花花公子 女伴的更新速度 堪比王思聪 后宫加力3000 新来者就来者不断争宠 与江书颖 贾青 阿娇的绯闻不断 可是秦奋一点也没想到 最终却落在了喜头妹韦雪的手里 尽管秦奋给了九亿元分手费 但当初不得不承认的儿子 如今却成了秦奋的宝贝哥 不仅亲自给儿子洗澡 还精心为儿子的生日做准备 2019年 他还带着儿子和韦雪 回澳门过年 现在的韦雪 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